这四个小动作保护我们膝关节 增加我们膝关节能力 大家认真地做一做吧 蹲不下去站不起来 腿没有劲 上楼腾下楼腾等等 今天教教大家四个锻炼动作 让我们的腿非常的有劲 第一个动作就是双手插腰 把膝关节夹紧 不许留缝 趋蹲 希望大家每天坚持做 100到200个 第二个动作就是 双手扶着膝关节 做屈伸 伸一点起来 伸一点起来 这个动作呢 由于双手扶着膝关节 我们蹲下的幅度和站起来的能力 都会有效地提高 会让我们的膝关节更为有力量 第三个动作 要做一些弓箭步练习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换腿 弓箭步的作用是什么呢 一是屈伸的过程当中增加我们腿部的力量 第二会让我们髋关节的开脚变得很大 更利于我们髋关节和行走能力的提高 所以弓箭步蹲起 对我们所有来讲非常重要 最后的一个练习就是 把两个脚筋尽可能地向外 双手扶着膝关节 蹲下去 慢慢地起来 蹲下去 慢慢地起来 我们这叫一字马蹲 你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蹲得深一点 你可以蹲得浅一些 这个动作它的价值是什么呢 这个动作是我们生活当中很少用的 但是我们的腿在使用的过程当中会碰见意外 如果你经常做这样的练习 对我们的髋关节 膝关节 踝关节 它是一个特殊的锻炼 防止我们在意外的一些小动作当中 给膝关节带来麻烦 所以呢 这四个小动作 学会了吗 保护我们膝关节 增加我们膝关节能力 大家认真地做一做吧 这四个小动作